- 发现变成台湾人的圣剑 - 大家好,我们是曼彩社会的哈! - 请坐下来! - 谢谢! - 谢谢! - 谢谢! - 今天的主题是 - 发现变成台湾人的圣剑! - 耶! - 对,我们来台湾八年了 - 应该来台湾之前跟现在有很多改变的部分吧? - 有是有,没有是没有 - 没有吗? - 你在日本可以戴这种帽子吗? - 有是有,没有是有 - 没有吧? - 真的,我们有改变很多部分了 - 有时候我自己没有感觉 - 但是被日本的朋友说这个 - 也有这种的系统 - 所以今天我们分享一下自己 - 那个部分变成台湾人的 - 好! -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 帮我按赞小铃铛分享一下! - 谢谢! - 拜托拜托拜托! - 第一个,很喜欢穿蓝白托! - 这个是欧他三个病耶! - 为什么我的病? - 蓝白托病! - 因为台湾人也没有那么多穿蓝白托喔! - 有吧! - 我去了你以外都没有看过 - 因为欧大山真的是只要一进公司 - 就会最快的速度把他的鞋子脱掉 - 换成蓝白托! - 对! - 我不喜欢穿鞋子耶! - 但在日本绝对不行吧! - 穿蓝白托出门! - 有的是... - 穿蓝白托出门! - 上班的时候也是当然不行! - 但日本穿脱鞋的话可以吗? - 上班还是不行! - 上班还是不行! - 但台湾可以! - 这个部分真的很开心耶! - 我在日本那时候找完的女朋友 - 看到我穿拖鞋 - 他跟我说 - 约会的时候不要这样! - 但我穿的拖鞋蛮高级的! - 蛮高级的拖鞋! - 上了拖鞋? - 对! - 什么? - 一万利比左右的! - 一万利比的? - 蓝白托吗? - 不是蓝白托,拖鞋! - 但是女生不管多少钱 - 都不行! - 对,约会的时候不要穿拖鞋! - 但台湾很多女生 - 如果男朋友穿蓝白托,约会 - 还是蛮多人可以接受吧? - 我不行! - 阿哥讲很形象啊! - 带独立的吧! - 带独立的吗? - 可以吗? - 我没有看过约会的时候带独立的! - 我啊! - 我老婆呢,刚来台湾的时候跟他约会的时候太多了! - 为什么? - 老婆就有跟你讲话吗? - 可是他也是相信啊! - 啊!台湾是这样的! - 好可怜! - 好可怜! - 好可怜! - 啊!台湾的发型! - 还有一个是 - 喜欢喝文开水! - 啊! - 真的台湾人为了自己的健康吗? - 喜欢喝文开水的人比较多! - 对! - 我以前台湾的朋友跟我说 - 为什么冬天也要喝冰块的水? - 超日本人啊! - 对! - 那时我觉得因为一个服务吧! - 当然的事情吧! - 因为那个集结给客人文开水 - 是有点没礼貌! - 为什么? - 服务不好的感觉! - 完全无法理解! - 五六年前的我觉得这样! - 什么意思? - 五六年前的我觉得这样! - 但现在我也觉得日本人白痴! - 因为在外面一说很冷很冷很冷! - 一点道理都没有耶! - 日本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台湾人喜欢文开水 - 所以我们以前在北海道给大家分享一下 - 那个机场工作的人 - 介绍一下台湾跟日本的差异点! - 那时或者是机场的工作人员一直问我 - 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文开水呢? -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 没有,只是那个为了自己的健康了! - 那我们准备了什么温度的水比较好呢? - 那极度的! - 对! - 长温水也! - 长温水也! - 长温水也! - 大概三十八比较好! - 对! - 跟体温差不多的! - 跟体温差不多的! - 就是比体温高一点的问题! - 是是是是! - 所以真的集结给客人水 - 是对日本人来说没礼貌的事情! - 所以热水还是冰块! - 长温水不可以! - 长温水就会太随便了! - 对! 冰块就是日本人的贴心! - 嗯嗯嗯! - 嗯嗯! - 那我... - 现在我也觉得不用这样! - 现在我也觉得不用这样! - 对! - 讲话变得很直接! - 因为中文跟日文比起来 - 中文比较要直接讲! - 是! - 对! - 然后什么聊天的时候 - 也是一定要讲yes or no - 那日本人喜欢来完整的! - 完整的! - 真的! - 明天有空吗? - 要不要一起玩! - 那时候日本人... - 日文的话讲有点难! - 有点难! - 就是拒绝的意思! - 嗯! - 但台湾人听不太多吗? - 有点难! - 有点难! - 那我们要换时间吗? - 对! - 下一条! - 不是! - 我讲的有点难! - 就是不行的意思! - 不行吗? - 但是对日本人来说 - 不行是有点没礼貌! - 嗯! - 然后最麻烦的字是结果的是 - 例如我们这房间的时候 - 那个房间的工作人员问你 - 那个房间是要打扫吗? - 那个客人跟小工作人员说 - 结果的是 - 到底可以打扫? - 或是不可以打扫? - 你才在? - 不用! - 可以的! - 都有吧! - 对! - 都有! - 都有! - 都有! - 完全听不懂! - 连日本人也是听不懂! - 到底是是或是呢? - 有可能以前的我们的话听得懂! - 现在听不太多次了! - 看标准! - 看标准! - 看标准! - 对! - 读空气是很重要的! - 我越来越忘记了! - 我变成白木了! - 长木变白木! - 白木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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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而且白气粉! - 白气粉! - 白气粉! - 这个是在日本的时候 - 或是没有改变的! - 其实讲中文聊天的话比较直接! - 没问题! - 当然是台湾人聊天吧! - 没错! - 现在比较危险的是 - 现在比较危险的是 - 我们回去日本的时候 - 用日文聊天! - 也是我的头脑里面 - 一般是还是中文! - 台湾的感觉! - 所以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 我觉得这个讲得太直接吗? - 有点没礼貌吗? - 常常想这个事情! - 然后呢,我们在台湾例如 - 讲开玩笑的时候的话 - 因为我们的中文是不标准的 - 所以有可能台湾人也是可以接受 - 外国人这样讲直接的 - 没礼貌的说话! - 那我们是日本人! - 回去日本的时候 - 我直接讲到 - 只是没礼貌而已! - 这个很危险,真的! - 这个很危险! - 而且台湾人很喜欢听那个 - 这个是因为好吃不好吃! - 我们也是不能回答! - 可是台湾人就觉得你不好吃 - 你可以直接讲! - 对! - 对! - 所以在台湾讲不好吃 - 我真的完全没有问题! - 可以讲! - 不喜欢不好吃! - 但在日本直接讲麻醉是没礼貌的 - 对! - 大家不能讲吗? - 对! - 那真的麻醉怎么办? - 麻醉的话呢... - 这样! - 这样! - 说日本人很厉害吧! - 这样就知道是麻醉了! - 这样就知道是麻醉了! - 对! 不要讲什么! - 接下来是... - 去995一定要点有明太子的料理! - 啊... - 这个也是我也会理解! - 台湾人也是会理解嘛! - 但我觉得... - 嗯... - 台湾人的印象是... - 日本人很喜欢明太子! - 可是吗? - 没有!没有! - 没有! - 所以呢... - 大家的印象是明太子就是日本料理! - 所以... - 去995的时候... - 你们觉得一定要点嘛! - 日本人不会这样啊! - 自然福岗县比较多! - 我们去福岗县的时候也许嚇到了... - 明太子的料理那么多! - 对! - 其他店的话... - 没有! - 基本上就是要吃明太子玉子山啊! - 然后明太子那个... - 烤鸡... -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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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十三年 cruel home i saw the food, - 所以我第一次台湾酒酒ой done��才开的时候... - 在 Мhesот看的时候... - 我以为那家店是明太子的专门店! - 所以我第一次台湾酒酒自开的时候... - 所有的料理里有人の明太子... - 但我现在现在已经习惯了, - 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 - 所以我跟大江一起就会的时候呢... - 我们的酒肉都是明太子料理了... - 我以为他們店了... - 어� еще provoc这些天没有那么多呢... 明袋子的結果是他耶 不好意思 我耶 但是大家很開心的樣子 那個明袋子薯條 想要明袋子 明袋子一直笑 很好吃 很好吃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料理是那個台灣料理 沒錯 台灣歷史料理 代表就是明袋子 沒錯 沒錯 還有一個 這個我真的被前輩說的事情 我常常開皇廠 我告訴你 我也感覺到 直接的說話跟皇上的東西 是真的 你越來越多 因為在日本的時候 絕對沒有這樣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你不喜歡? 是是是 如果我的話講那個台灣 是歡笑話 的話 他沒有吐槽 這樣不行 現在很可怕 是是是 很可怕 真的 在台灣還可以 因為台灣人也很喜歡 聊這種的事情 是嗎? 是嗎? 是啊 沒有 因為我們是外國人 所以可以接受而已 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才會這樣 跟那個 菜館、打卡 和我一起聊天的時候 常常聊這個細節 他們又是比較特別的人 台灣人之中 比較特別的人 是 沒錯 所以跟那個 我們的同事 一起聊天的話 會放鬆聊天 可是那個 跟那個 陌生人聊天 或是 來看的粉絲聊天的時候 或者是我會緊張 我現在的話 有一點羨慕你 為什麼? 因為你的話 比較會放鬆聊天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本來的台電是色 沒有 索水 索水 就是色嗎? 是 真的是 我回去日本 跟前輩聊天的時候 也是我講 對 對 被前輩說這個 嚇一跳耶 對 真的以前的我不講 對 台電改變了 跟以前的台電完全不一樣 裡面還的喔 裡面還的 所以日本人聊天 朋友之間聊天會開黃牆嗎? 而且 我還是那個 用日文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講 那個 比喻的方式 安息的方式 因為中文的話 還不知道 怎麼講 所以全部都直接講 那方向日本集合也是直接講 就嚇到了 對 很可怕 我現在 很緊張 跟日本人聊天 那我最後一個是那個 我來台灣之後 最改變的事情 是那個 在公園也可以睡覺 這個 什麼? 等一下 我們講的是 變成台灣人 台灣人不會這樣啊 因為台灣的集合是很好 有這些 所以 春天還有秋天的話 在公園睡覺 好舒服喔 雖然蚊子比較多 可是呢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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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的話 可以睡 不行啊 然後呢 我認真跟你們說 在公園睡覺的話 台灣人也沒辦法接受 那呢 還有一個事情是 我們沒有在意 末班車 有沒有末班車 例如捷運的 因為交通費是那個 沒有那麼高的 所以沒有末班車 也許可以打機檢車 可以回家 這個部分是那個 很大的差別 對不對 對 但是你幾乎都沒有那個 電車的時間 已經好像自己學校耶 對 所以在公園睡覺 什麼 很多台灣人也許在意 我那個 你沒事吧之類的 等一下 阿國講 這是變成台灣人的感覺嗎 不是喔 只有我一個 這不是變成台灣人 變成糟糕的耶 對 台里又好 這是白目風啊 真的改變很多事情 在台灣生活完全沒問題 回家日本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最危險 每次我在公園睡覺的時候 不是不是 我在公園睡覺的時候 也是戴幾個帽子 所以看到那個台灣人也是 啊 台里又好 所以 跟我說好好睡覺喔 很丟臉啊 很多台灣人看你 覺得哇 日本人糟糕耶 白痴耶 很丟臉 不是你又好啊 變不好啊 怎麼 好 你不是變成台灣人 你變成糟糕的白痴而已 這個前面有變成 翻來就是 翻來就是 白痴啊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畫面 一版 畫面 畫面 滴